各位同学,今天我们学习写作描写文 解语,今天我们的作文题目是 早晨的公园 那我们首先要做哪一个步骤呢? 首先我们就要做审题了 记不记得应该怎样审题呢? 什么叫做审题呢? 审题的意思就是把握题目的重点 确定写作的范围 变清了写作的问题 我们的题目是什么? 早晨的公园 好了,那变成题目的主题 就是没得选择了,是公园了 还有没有什么限制呢? 有的,因为是早晨的公园 所以已经下了时间了 讲下午行不行?不行? 黄昏行不行?不行?不行? 晚上行不行?也是不行的 我们限定的时间是什么呢? 是早晨 文章虽然没有指定问题 但题目的重点是公园 所以我们应该以 描写这个地方的景色 和人物为主 写成一篇描写文 審题之后 我们接下来要注意什么? 就是选材了 大家还记不记得 我们应该如何选材 如何选择呢? 我们应该集中在我们的生活经验里 寻找写作的材料 我们的生活经验都是很真实 很近切的 很靠近我们的 从中所引发出来的感受 才会觉得是很真实 和很自然的 我相信大家都有到过公园 玩、休戏 对这一方面 都有一定的生活经验 问题是 我们的生活经验 其实很灵粹、很琐碎、很复杂 还有其实有很多变化在这里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在生活中 发掘出我们的写作材料呢? 我们应该学会观察 看 什么是观察呢? 观察有什么用呢? 观察是什么呢? 观察是作者细心观看 和认识事物的功夫 其实呢 我们看的时候呢 不只单单用眼的哦 我们其实呢 是要用心看的哦 如果我们用心 透过观察呢 我们就可以了解到 事物的特征啦 和动明 和动明 世事 和人情啦 那就是怎样呢? 那刚才我说过 大家都应该有去过公园 玩的经验的 那除了玩和休戏之外 我们有没有静静地 周围看一看 我们附近的景物的特征 和人生的百态呢? 甚至乎 有没有将所看到的印象 类集到生活的经验 和写作的材料哦 那记住哦 生活其实是 写作的 非常之一个重要的传员来的哦 而观察呢 其实呢 就是我们了解生活的一个 重要的手段来的哦 那我们应该 怎样观察事物呢? 那首先呢 我们可以对事物作出一个 整体的观察 整件这样看的 将事物的整体的特征 反映出一个整体的印象 一个总的印象 我们现在这里呢 就有一段 有一位国内的语言学家 金绍子 所写的《风雪中的不平》 的一小小片段哦 那么它呢 就这里描写了 是北平的雪景的哦 来看看啦 四面跳望 整个北平内城 就收在眼底 吸那光明的 搅结的 静默的雪 黎曼着 怀抱着 和昨天 飞沙走石 漫天黑暗 大风中的 北平一比较 我真不相信 是在同一个世界之内 昨天是一个烟沉 闭天的北平 今天是天地 空无一点尘了 这个呢 就是作者对 北平雪景一个 整体的观察 给读者们一个 总体的印象 这个呢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了 其次呢 我们可以对事物 作出细致的观察了 看完很大 我们就比较看 细一点的部分了 我们要拿着细致 和局部的特点 包括事物的外貌啦 声音啦 动态啦 静态啦 要获得更加深刻的认识 和感受 我们这里有一个 所谓 深刻的认识 及感受的一个例子了 财卫南的声音道上 就有其中这一段了 桥下的河水 清洁可监 他那南南的流动性 似在低数 那宇宙的永久秘密 那作者是专注 观看着桥下面的河水 他的特点是什么呀 清洁可监啦 好似细数中 宇宙的永久秘密喔 这句呢就写得 好有感受啦 那观察呢 其实呢 是有很多其他的方法喔 但是呢 初学者呢 我们首先呢 就应该从我们刚才 讲的那两种来入手的 哪两种呀 第一个是整体的观察 看完全部的 第二个呢 就是细致的观察 能力局部体 包括事物的外貌啊 声音啊 动态啊 静态啊 也希望得到更加深刻的认识 和感受喔 那同学们 在写作文章之前呢 这个 我们讲这个 早晨的公园呢 大家不妨呢 去公园那里看看 尝试用 刚才我们提议的方法 观察景色和人物 可以 而且呢 就记下它喔 这些呢 将会是我们 非常之珍贵的 写作材料来的喔 好了 现在我们有两个练习喔 第一个呢 就有点问题的 什么事观察 观察有什么好处 刚才 我们已经讲过的了 那你记不记得呢 记得就写下它啦 好了 第二个练习呢 就是 请到公园附近观察景色和人物动态 并把观察所得记录下来 好了 那有时间呢 就希望你们做一做啦 接着呢 我们就会有答案给你的喔 你可以暂停一会儿 想一想个练习的答案 做完了之后呢 就再继续回 再继续 开我们这个录影 那呢 我们就会有一些答案给你看的啦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答案啦 那题目二呢 就是你自己可以做的喔 那有机会呢 希望你可以 可以试一试啦 好啦 今天就讲到这里啦 再见